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块奶瓶锅树镜 这个锅树镜我用了一段时间很好用 它就是可以清洗咱们的餐具 婴儿的奶瓶 比如咱们买的水果 葡萄皮子 然后西兰花 蔬菜水果 都可以清洗的 包括咱们宝宝的玩具 都可以用它来清洗 现在为大家做个试验 两块清水 这个咱现在用上它锅树镜来洗 我准备的蹄子 还有我买的西兰花 用它来清洗一下 这边是没有放在锅树镜的 把蹄子放在盆里 还有咱们的西兰花 西兰花一把 这边放清水一把 放咱们的果树镜一把 这个盆里是清水 是咱们的清水在泡的蹄子和西兰花 这个是放了果树镜的 咱们都把它泡上 两三分钟 咱们看看它的效果 这个是没有用果树镜泡的 这个是泡过的 咱们看看效果 你看这个效果 你看这个泡过的很绿 没有泡过的发白 它上面这个农药的残留都在上面 咱们这个泡的很绿 所以咱们经常吃蔬菜的 一定要用这个蔬果泡一泡 然后我现在再给做一个小小的摄影 你看家伙可以看出 这个泡过的水 这是清水 泡过的清水 用从面上这样滑过 没有泡过的 家伙你看 就从面上滑过 因为它没有洗干净 没有洗干净 上面的残留还有很多 这是我没有洗的 也没有用清水洗 也没有用果树镜洗 你看看上面 是不是有一层白白的 然后这个是拿出清水泡过的 咱们比较一下 这个是用果树泡过的 看看 浸泡以后很干净 这个上面是用清水洗过的 你看是不是还有一些残留在上面 在表面 家伙咱们 咱们这个奶瓶果树镜 价价必备的 咱们洗个孩子的奶瓶 咱们的餐具 宝宝的玩具 包括咱们的水果 蔬菜 让它洗一洗泡一泡 用的放心 用的安全 而且价格现在很罚算 29块9 到手这样的五瓶 一箱一箱那种五瓶很罚算